丈夫把毒药滴进酒杯里 紧接着把红酒递给了妻子 还不忘夸赞红酒的美容效用强 妻子听信当即就接过往嘴里送 品尝一口后意犹未尽 在丈夫的亲眼目睹下 这杯加料的红酒 很快就被妻子一饮而尽 之后妻子乘坐飞机试毒发身亡 医生给出的死亡原因却是 高空恐惧造成的心脏骤停 原来丈夫给妻子滴下的毒药无色无味 极快溶于水还起效迅速 以至于在妻子的身体里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妻子去世后 他提前往眼睛里滴入眼药水 眨眼留下装成是悲伤的泪水 在而拖着沉重的步伐 面见到访的亲朋好友 刻意演出的悲痛模样 很快就引来妻子家人的细心安慰 谁都不会想到这个看似深情的男人 背地里却是谋害妻子的真凶 丈夫是当地有名的教授 妻子则是上市公司的总裁 外人看来夫妻俩天造地设 丈夫却每时每刻都想逃离 因为在强势的妻子面前 他毫无尊严 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如今妻子离世 丈夫除了重拾尊严 还能顺势继承他丰厚的遗产 简直乐翻天 然而就在这时 警察突然给他打来了电话 几个小时前停尸房里突然停电 保安大叔巡查时还遭到黑衣人袭击 醒来后就发现妻子的尸体不翼而飞 为了尽快查出尸体的下落 丈夫被召去停尸房协助调查 当被告知保安大叔晕倒前 曾看到妻子的尸体瘫坐在地上 眼睛居然还会动时 丈夫的内心不免打颤 不由自主就抽起烟来平复 警察队长随即就问起他夫妻俩 是否有结怨的人 因为在搜查的过程中 他就发现停尸房里 其他的尸体都原封不动 唯独他妻子的不见了 怀疑是有人刻意所为 丈夫听后坚定回应没有仇家 于是一旁的反应 又提出了另一种可能 就是妻子根本没有死 只是单纯被注射了某种药剂 短暂失去了生命体征 要笑过后就会再次苏醒过来 妻子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或许就自己走出了停尸房 这话一出丈夫就心惊胆战 要是妻子没有死 她的阴谋就会被发现 当再次被追问妻子遇害 当天的活动时 丈夫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紧张 拒绝正面回答任何问题 随即就提出要联系律师 警察们只好暂时回避 然而不一会儿 停尸房里竟又再次停电 结束通话的丈夫 只觉后背发凉 一回头 只见身后妻子的停尸柜门缓缓打开 惊恐至于丈夫 还是好奇走进茶探 眼前赫然是妻子的遗物盒 翻开盒子时 她竟发现底部有一瓶 曾倒进妻子红酒里的毒药 瞬间就下到扔在地上 为不被发现又趁亮灯势捡起 这一举动正好被警察队长开解 队长要求她将毒药拿出来 见丈夫不为所用 亲自动手从她的口袋里抢出 随手交给法医做解面 眼看陷害妻子的阴谋 就要公之于众 丈夫提出要先走 却被对掌墙滞留下来等候检验进 丈夫只能借口上厕所 趁机打电话联系帮手让她尽快离开 却无意中在窗台上 看到了妻子生前约她去的音乐会邀请她 这时停尸房再次停电 屋外的雨水竟还喷涌而尽 丈夫只能转到一个杂物间继续通话 只是不经意转身 竟看见逝去的妻子站在门外 紧盯着她看 丈夫慌了 妻子居然还活着 或许早就知道丈夫的阴谋 所以装作不知情 及时注射解药只为制造假死 报复丈夫的蓄意谋害 当丈夫再次返回停尸室时 之间窗台多了一杯红酒 而妻子就站在她身后 丈夫瞬间被吓醒 原来只是一场梦 这时停尸间突然传来手机响声 内心的好奇还是驱使着丈夫 再次走进停尸间 世代里不停传来手机铃声 男人战战兢兢拉开拉链 掏出手机时 竟发现是她那过世妻子的来电 她鼓起勇气接听 却遭到对方挂断 在回波时对面早已关机 一想到妻子曾遭自己所害 这来电让丈夫顿绝后背发凉 惶恐之余 她又好奇地拉开面前的时代 只见里面躺着的是一个陌生老人 丈夫的心也才稍稍舒缓过来 这时手机突然收到短信 让她前去2007年时埋藏秘密的地方 丈夫的思绪瞬间就被拉回到过去 那晚她酒后开车送妻子回家 由于视线模糊撞上了路人 路人当时还活着 妻子却为了生育怂恿丈夫见死不救 丈夫最后竟还把路人活埋进深坑里 这个秘密一直都只有夫妻俩知道 然而妻子早已被她下毒害死 难不成妻子又活过来发现遭丈夫谋害 决定来得鱼死网破 为了不让当年的秘密暴露 丈夫决定尽快赶往目的地 这时拦路的警察队长又回来了 还带来了一份协议书 原来丈夫结婚前就和妻子签署过协议 要是他在婚姻中做出对不起妻子的事 就不会得到任何妻子的资产 队长随即又拿出另一份资料 是妻子曾找私家侦探跟踪丈夫获得的 里面就含有他所有背叛妻子的信息 甚至还录有一条 他曾预谋杀害妻子的音频 种种证据都表明着 妻子是被丈夫杀害 得知这一切的丈夫瞬间面如土色 甚至忍不住到厕所狂吐 然而吐完后他竟又再次收到短信 竟是多日来他和女孩见面的照片 他担心这是妻子要伤害女孩的预告 便连忙拨打女孩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他就要求女孩 逐一确认大门是否都紧锁着 女孩虽有疑惑却还是跟着她的要求走 路过阳台时 竟发现长官的玻璃门是大开着的 瞬间意识到屋内闯进陌生人 她开始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 发现无人是连忙开门逃走 然而一拉门 才发现她早就被从外反锁 女孩出不去了 危险却步步逼近 丈夫最后只听到的 只有手机摔落地的声音 和女孩断开联系后 手机再次收到短信 依旧让她到埋藏秘密的地方见面 担心女孩遭遇不测 丈夫发了疯似的要逃跑 还不停地说 再迟一点 妻子就会杀了女孩 如今丈夫有杀妻嫌疑 必然还不能走 队长只能把她带回拘留室赞做歇息 当被问起和女孩的关系时 丈夫也不再隐瞒 当初妻子带给她在事业上的控制 压得她快喘不过气来 只能暂时到学校授课当作泄气口 正好遇见了美丽温柔的女孩 女孩并不是她所授课的专业学生 却每次都会听她讲课 还总爱找她交流学术知识 你来我网中关系逐渐熟络 知道她的事业受压迫而一绝不证实 不停地给予鼓励 给足丈夫在事业上大展拳脚的信心 丈夫决定再次重返事业战场 然而起不出气又再次遭到妻子打击 妻子甚至从丈夫的项目上彻底撤资 让丈夫在事业上再次跌落低温 她决定不再忍受妻子的满忽 绝望之际对妻子起了杀刑 丈夫向警察队长坦白的所有罪行 却说妻子并没有死 她早就是破了红酒有毒 喝下后就及时使用解药 早就在停尸室里逃跑 而此刻鼓励她的女孩 就落在她手里危在旦夕 希望队长尽快派人到她家救回她 队长却说她疯了 因为他们早就调查过 学校学生名单里并没有女孩这好人 就连丈夫所说女孩的住址 也并没有住人 丈夫听后瞬间猛猛 难不成这一切都是她在脑中虚构的 这些日子里的点滴又始终粒粒在乎 丈夫的情绪彻底失控 坚持要去当年的秘密地点查个究竟 眼下妻子的尸体消失不见 丈夫的杀妻少了遇害者无法定罪 于是队长只能先放她离开 丈夫坚信妻子还活着 离开警察的管控后 立即驱车奔去当年的秘密的 决心要拆穿妻子的阴谋 姐姐背着妹妹连夜走路回市区 半路中妹妹的鞋带开了 姐姐蹲下帮她记好 然而刚起身 年幼的妹妹被撞飞滚下山崖 身体瞬间无法动弹 姐姐则横躺在公路上奄奄一息 肇事司机连忙掏出手机要报警求助 身旁的妻子却竭力阻止 因为司机是酒驾撞人 要是报警她往后的人生就要毁了 望着奋力站起后又倒下的姐姐 夫妻俩顿生出一个可怕的决定 毁尸灭尽 司机把姐姐的尸体装进后备箱 妻子则在车上擦掉车撞到姐姐的痕迹 随后就把姐姐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他们用白布包裹住伤痕累累的姐姐 之后竟还把她活生生埋进了挖好的深坑里 这一晚的经历 彻底成为丈夫刻骨铭心的噩梦 如今死后复活的妻子为了报复她的谋害 再度搬出她这一噩梦 还歇走她在乎的女孩 邀她到当年埋葬秘密的地方见面 为了救回女孩 丈夫只能竭力克服阴影 奔赴当年埋姐姐的地方 抵达十一束光从她身后照来 然而出现的并不是妻子 而是那个更案的警察队长 队长并没有追问她妻子的下落 而是给她递来一张手机里的照片 竟是当年被丈夫撞死的姐姐 她正是队长的未婚妻 原来一切都是队长为妻妇仇设下的局 当年唯一幸存的妹妹因受惊过度 怎么都记不起来姐姐的去向 于是那场车祸后 姐姐就彻底消失 队长也因为未婚妻的失踪一度抑郁 直到再见长大后的妹妹 妹妹递给队长一本杂志 而杂志上政客有丈夫和妻子所开公司的标记 这也让妹妹瞬间记起 当年肇事者车上有一模一样的标记 经过层层搜查 队长终于明确施害者就是丈夫和妻子 于是她趁机潜入停事间 打晕当职的保安 偷偷转移了妻子的尸体 而后控制停事房内多次断电 让丈夫产生妻子复活的错觉 再而以妻子的名义骗她去埋尸的地点 队长所做的这一切 都只为找出遇害姐姐的骸骨 如今队长还把她害妻的毒药 注射进她体内 丈夫深知自己大陷将至 临终前承认了所有的过错 只恳求队长能放过无辜的女孩 然而紧接着队长的话 却给她的心头重重一锤 原来女孩也是她复仇计划的关键要素 她竟是当年幸存下来的妹妹 当知道丈夫是杀害姐姐的凶手后 想方设法接近她 潜伏在她身边后 再和队长来的理应外合 让丈夫在背负杀妻之罪 永无安宁之日 这突如其来的真相 彻底震碎丈夫的内心 经受不住压力瞬间晕死过去 隔天清晨 丈夫一醒来就被警察 以杀妻罪待遇 因为她亲手挖过的深坑里 正躺着她害死的妻子 队长最终还是给丈夫注射了解她 与其让她一死了之 活着慢慢回忆悲痛的过温 才是对她最大的惩罚 队长终于带回了未婚妻的尸体 和妹妹一起顺利完成复仇计划 然而俩人脸上却始终不露半点喜悦 因为真相的水落石出 也意味着 他们在乎的人也早会回来